先拍照 好的 待會兒我們再為大家解釋 本來今天真的是要幹大事 有一個非常棒的畫面 可以給大家再來做展現 最重要的是呢 各位三年的最新專輯 依舊非常的好聽 而且真的是台灣歌壇裡面 非常獨特的風格跟作品 姐妹裡面有多多幫我們宣傳 還有呢 現在正在看許多直播的網友們 也關注一下慢慢說的音樂 他們的音樂呢 我們講是飄浮系金曲組合 曾經得過金曲獎的團隊 不是開玩笑的 而且聽了之後心情很好 在這個Blue Monday呢 特別適合來聽慢慢說 那風中飛人立得會呢 在不久前 除夕夜的夜晚也在紅白 藝能大賞小巨蛋舞台 做個風中的表演 備受好評 稍後我們也會來維顧一下 這個精彩的畫面 咱最主要是在這樣子的 憂鬱的心情一聽慢慢說 心情都會變好 你看他們的節奏啊 音樂 還有他們對於這個社會的觀察 對網路世代的一個分享 都非常的到位 好 兩位謝謝 我們再來一次 從左下角來繞一下 好 謝謝 好 稍微移動一點點 謝謝 好 遲一點點方向 好 麻煩回到右邊 右邊也有一些站在直播的 好 再次又回到中間 好 大家需要嗎 好 好 再來看看舉手的大哥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美女朋友 稍後我們有送禮的環節 再來補照片 對 那現在我們要先讓二位坐下 來 因為利德會受傷 所以我們坐下來聊會比較安全一點 還幫他準備了一個有點 給你朋友溫好一下 大家好 媒體大哥 大姐們大家好 我們是慢慢說 我是主唱利德 換你 我是吉奧晨芳 嗨 好 歡迎兩位 好 長哥好 坐在這裡聊天 真的很像在錄笑心撞地球 對 不小時候都有看 真的喔 就在這裡 都在這裡 但是我包到這邊是攝影 對 以前是華式攝影棚 現在是本來要給你好好表演的 十二米高的一個會館 對 好 我們來解釋一下好了 就是說 真的都萬事都準備好了 那事實上 利德會因為長期的練習 我在臉書上看到你的影片 我對你也非常有把握 有信心的 沒想到你自己出了一個什麼狀況給我們 唉 我也是覺得有點驚嚇 因為其實今天本來要做的表演 我是非常有把握的 但是因為一拜五的時候 我是上一堂新的課 就是大前天啊 一拜五 對 然後就是要學新招 我可能對新的動作不熟悉 一個晃神 沒有才好 然後去用我的肋骨 最脆弱的地方去接的空中 你那麼瘦 你的肋骨應該 就是皮包骨的狀態嗎 對啦 然後 一開始我還覺得沒有這麼嚴重吧 下來我還想說可以再試一次 然後我就冰敷了一下 再上去 然後一上去就聽到啪啪 兩聲 然後我就想說不對 今天我就下來 然後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看完就告訴我說 這不是骨裂 這叫骨折 骨折就是骨頭斷了 然後是兩根 我當場也是傻眼 想說怎麼會這麼嚴重 對 因為原本他摔下來的時候 還有蠻好的傳訊給我 我看到還蠻正常的這樣子 但沒有想到我們跑去骨科看醫生 那個光照傳訊 直接斷掉兩根 第九 第十 鞋掉 所以很可怕 哇 這個很奇妙 就是說其實你是為了練新的動作 就是跟今天記者會完全無關的 對不對 對 結果竟然就不小心摔了下來 本來還以為沒事 你冰敷之後你又上去 然後才聽到有啪啪的聲音 對 就是受傷那時候已經有聲音 我們都以為是可能是拉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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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沒那麼嚴重 對 結果再上去才不對 然後趕快送醫院了 因為他真的非常的瘦小 如果你稍微肉肉的 搞不好還有氣力大一點點 可是因為你就是直接骨頭撞環了嘛 對啊 有一點不巧 你看 早知道我就不要租這裡 租個咖啡廳就好了 對啊 對不起 用不到 我開這麼多幾年 阿達人用不到 真的 唉唷 不過好啦 沒事沒事 好險是不幸中的大幸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你要怎麼復健嗎 要多久的時間 算是幸運就是我的骨頭 沒有戳到任何的氣 真的很危險 對 很危險的 所以我就是24小時 都有穿那個肋骨固定帶 然後止痛藥也有按時持這樣 石膏不用弄石膏 不行 因為肋骨是沒有辦法打石膏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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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不用打不然接住我 對啊 就很奇妙 尷尬的坐在這裡 對啊 戴個肚骨 他都很怕穿那個樹胸會讓他覺得很胖 不會啦 不會啦 健康安全還是低的 不過這真的是應該 因為當天智芳不在場嘛 對不對 對 你也是後來看了影片之後 有沒有覺得很心疼 有 他當下其實就有傳影片給我 那他是直接撞在環上面 那個時候其實我有做好最快的行程 因為他很瘦小 然後又是直接用胸椎去撞 對 所以 我們坐在桃園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叫他 因為他說他還正常 但是我覺得不對 我叫他趕快 就是 因為那時候剛好台北塞車 如果我從桃園區來回 會太久 直接叫他坐計程車回到桃園 馬上去看醫生 那結果好險 我就看醫生 要不然我覺得 他如果再劇動下去 就很可能會傷到廢物這樣子 而且我在計程車路上 打電話給經紀人跟他說 就是對不起 我不小心受傷了 然後我就大哭 然後你知道計程車司機有多好嗎 他把那個舞曲音樂開到最大 他怕我尷尬 就讓我繼續哭 對 OK OK 因為他其實是他自己也尷尬 對 真的謝謝他 有點吵 司機也會怕好不好 想說這個女的事發生什麼事 我都有抽中大哭 我還是把那個音樂放大聲一點 這樣就哭個夠 然後我沒聽到這樣子 好啦遇到好人了 當然也遇到一個好貼心的 所以可能這個影片 還是看起來會有點緊繃啊 好 那我們就讓大家回顧一下 因為止痛藥是還蠻強的 然後只是你呼吸如果 譬如說過敏 膝太大力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會感覺骨頭擴張 然後再收回來 就是會有一點怪怪的 對 但是動作就緩慢 所以包括今天我們也只能坐著聊 然後也不太能夠表演 對不對 對 對 那時間 很辛苦 剛剛看的時候 那個瞬間其實真的蠻手忙腳亂 就是很慌 因為你已經練過 無數次這樣的表演了 對 可是那個時刻 那零點幾秒 你也是亂成一團 就是一個新動作不了解 然後可能自己累沒發現 就是恍神了就會掉 但是我真的要說空中環就是如果 就是動作你依照老師只是動作做好是很安全的 不要因為我的受傷 讓大家對空中環覺得很可怕或什麼 就是我三個月之後我的骨頭好了 我還是會繼續跳空中環 對 但我覺得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他會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是他最近練習練太多了 我覺得有時候過度的練習 造成他很疲累 然後精神力沒有辦法集中 那做這種比較特技的東西的時候 就很容易出事情 所以一定要亮麗的我也我覺得 我們就要專心啦 是 在精神狀態好的之下 然後呢 這個趙老師的動作做 那其實是可以很安全的 而且練習的時候高度也不是特別高 但是呢 可能當時一個恍神 又在宣傳期 好啦 辛苦啦 我們只好來看一下小巨蛋的影片囉 對 讓觀眾朋友 還有這個網友 還有現場媒體朋友 如果當時你沒有看到 紅白藝能大賞的畫面的話 我們現在重頭來看一次 回到當天在小巨蛋 當時其實 社群世代 作為一個觀察對象出發 那我們發現社群世代 其實大家 對於語言這件事情 慢慢轉變成為 都使用符號 對 貼圖 對 Emoji 是的 然後言文字這些東西 慢慢取代了大家說話的時候 我們中文字打字 或是口語的那種成語啊那些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乾脆把這個現象 放在專輯裡面 每一首歌都搭配一個符號 我們用符號來說事情 是 我們用符號來代表這個世代 我們探討一些符號背後的意義 比如說 一加一小於三 一加一 其實我們覺得 一可以代表任何事情 可以代表自己 對 可以代表別人 可以代表你喜愛的事情 可以代表你所有生活中的總和 是 一加一 每個個體加起來 其實都是一個愛 那在L後面的話 其實就是 勇氣 我們這張專輯想要講的就是愛跟勇氣 是 一加一 在一起就一定是等於愛嘛 也有恨喔 如果倒過來變直的話 它是一個愛心 拆成兩半 會長看得懂 然後在臉書打小 你要這樣看 你要這樣看 對不對 這樣看就是愛心 就是一個愛心 這個很多人是不懂的 要講清楚 你以為大哥 你以為在懂 但是這個是新時代 這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明明我們可以說愛 我們可以告訴你我愛你 可是卻用一個 這麼簡單的符號來取代 所以你們就在探討這些事情 對不對 我們想要提醒大家 譬如說 就是聊關係跟關係之間 希望多一點愛 然後 真實的愛 對 藏在這些符號背後的這種真心話 是要慢慢的講出來的 了解 你看神志芳多好多幸福 就坐在這裡聊聊天呢 就可以收工了 你還要上去漂浮 對 你為什麼不上去漂浮一下呢 其實我也有練 但是 真的啊 我有練 就是因為之前本來我們打算 小巨蛋的時候是兩個人一起上環 OK 對 然後所以我跟著練空中環的動作 結果呢 沒有啊 就是導演看了覺得 因為男生其實 那個環啊 我覺得不是非常男性友善的 對 因為世面電影院的MV 也是他自己一個上去啊 對 那個導演也是覺得說 因為男生跳太粗蠶了 對 但是導演要很優美 然後有女性的那種柔美的感覺 那我上去就是這樣 拉上去 然後開始這樣轉啊 什麼之類的 人家體操 對對對 那你就 太粗蠶了 然後你 那就 你下面齁 你唱唱歌 彈彈吉他 對準就好 就可以了 對 就跟歌的那個氣質不太吻合 對 會有點太粗暴這樣 粗蠶這樣子 對 比較粗蠶一點 然後你說什麼叫不友善 什麼叫空中環對男生不友善 因為我覺得這種就是 環嘛 男生上去其實有很多動作 其實是需要閃避的 對 因為女生比較不用閃避 男生的話 你需要去閃避那個環的位置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對 那時候是我教他 就是我稍微排了一個動作 然後教他 可是我不知道男生需要避 所以我就依照我的方式教他 然後他就會突然間說 等一下 很痛 等一下很痛 而且剛好那個動作剛好叫bird 對 我印象超深刻 bird 後的動作就叫bird 然後bird bird會很痛 bird會很痛 對 這很麻煩 一分為二 真的很麻煩 真的很痛 但其實我覺得男生 其實也是可以學 也是可以玩的 聽你這樣講 我們就算了 可以了 那個第一次 打蛋 就是第三次就學乖了 我覺得人都有生理本的 我後來還跟他去上那個 鋼管 對 真的 我有上鋼管 鋼管其實也蠻好玩的 是 也有很多男生很厲害的 跳鋼管 對 而且鋼管 就是男生有一些特技的 叫做鋼管的翻 對 爸爸一樣 那些都是特技動作 我蠻有興趣的 好帥 下一張吧 好 這次先休息一下 對 這次真的是好事多磨到不行 對 真的辛苦了 所以原來你也是跟著在練 對 期待下次的表演 好的 我們先把這個 這裡再定下來 對 一定要用到 不然太可惜了 對 下一次再回來 好 期待有一天我們能夠看到 他們完美完整的演出 不過這次還是請大家聚焦 他們的音樂上面 那今天進場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所有的美女朋友 都有拿到一包糖果 這個糖果呢 就是剛剛講到的 一加一小於三的符號的概念 用愛心來做設計 這是送給美女朋友的 沒錯 很貼心 那老闆呢 也有禮物要送你們 好 你們送美女朋友禮物 老闆也要給你們補一補 來親切的一下 我們歡迎Amuse的台灣的社長 歡迎 廣德成先生 多多 給你的會補一補 好 這麼合適 來吧 好 好 來 照顧一下 來 拍拖 來 拍拖 來 拍拖 好 謝謝 謝謝 身上非常用力的 把他所有的中文都已經搶完了 稍後我們再 麻煩一告 給大家 經紀公司Amuse 對媽媽說非常有信心 也對歌迷非常好 本來要辦一場的 只要憑CD 就可以免費入場的演出 對不對 原定的日期是 原本是在3月23 好 那因為3月23 距離這個受傷時間太近了 可能點點的復原狀況 不會特別的影響 是 所以要延期了對不對 對 延到 我們延到4月12 好 所以本來是3月23 對 場地退掉沒有 因為我可以用 哈哈哈 我們人家後台可以 交給你 我訂金已經復了 我可以用 好啦 不要笑 你不要笑 你不要笑 你不要笑他用力 冷靜 好 所以時間地點 我們再跟他抱抱一下 就是4月12 在角落文創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對 它算是一個新廠 然後我們會選擇 讓大家擔心 你看一宣傳期這樣一搞 然後這樣坐著就很乖 我上次主持坐著的是 劉鑫英長輩 對不起 你再給我一周 這個情況 你會一周 真的嗎 對 就可以蹦蹦跳了嗎 一周之後我就不做 好不好 那今天本來要唱歌 今天也不能唱 對不對 很可惜 可惜大家媒體朋友 幫我們都做宣傳 看在他們這麼努力的份上 然後都給一些板明 今天都要裝奧斯卡 傻眼 祝福慢慢說 一加一 小雨三專輯 能夠得到更多的肯定 明年 再得一座金曲獎 OK 謝謝 恭喜兩位 謝謝 因為立得會身上 還是有束腰嗎 有 有肋骨固定帶 嗯 肋骨固定帶 是穿在他的T恤裡面 對 他今天早上 他一直說 他會不會很胖 我跟他講說 就是你肋骨都斷了 所以 腰會更小一號 對 肋骨 好會為人 是真的 是真的蠻不一樣的 我有看左右邊的肋骨 就是左邊的肋骨 一條一條 漂漂亮亮 右邊的肋骨 就有一個凹洞 所以你就小了一寸 真的有小一點 有小一寸 對 這樣做什麼事情 都不是很方便嗎 走路啊 或什麼 對 我覺得最害怕的 應該是我家的貓來踩我 他每天早上都會叫我們起床 然後 為他吃東西 對 然後就會踩在胸口上 沒錯 我們家貓特別胖 大概有 七公斤 所以這個是我比較害怕的事 對 所以這次受傷是覺得比較自責嗎 當然 因為大家為我們準備這麼多 然後 然後 就因為我這樣這麼不小心 然後很多通告可能都要往後演 覺得很 很 就是自己怎麼會這麼不小心 對啊 就 很不應該啦 其實我覺得 很 因為他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太逼自己了 有時候就是 尤其像最近是宣傳期 那精神狀況跟 集中力其實都會比較低 因為太忙了 所以他又跑去自我練習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出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告誡他說 就是 很多事情做到 呃 夠了就好了 嗯 不要把自己逼到極限 對啊 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 他受傷的時候你在哪裡 然後你得知消息的時候 我在 我在桃園 然後他在台北上課 嗯 那我得知消息是 他傳一個訊息給我說 呃 我練習的時候受傷了 嗯 我當他嚇死了 然後他又傳影片給我 就是他從 呃 環摔 撞到肋骨那一段 那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六點半七點的時候 嗯 台北正在塞車還下雨 那我想說那就 呃 不要講別的事情 直接叫建車 嗯 先回到桃園 我們先檢查 檢查過後我們才能做 應對這樣子 對啊 那他也是蠻堅強的 就是 因為你知道 他很特別就是 我有 我有肋骨斷掉 嗯 我肋骨斷掉 當下我是起不來的 對啊 但他斷了兩根 他還可以跟我就是一路傳訊息 然後坐建車回來 然後還撐到骨科這樣子 嗯 蠻厲害的 就本來有說要不要掛急診 可是我想說急診 他也是會有分級 就是 嗯 那我就直接掛門診 然後等就好了 對啊 以我的能力應該還可以撐得住 對 嗯 你那個 他還說什麼 他有 因為他跳空中環嘛 體操類要拉筋嘛 啊對 他說 這個沒有拉筋痛 對啊 我是覺得你真的人很怪 我跟妳說拉腿才痛咧 就是每次拉腿 老師都說你怎麼哭哭啼啼 可是 以肋骨斷掉來說 我真的覺得拉筋拉腿比較痛 對 那最近要跑全傳器 應該有蠻多次放鬆 嗯 就是 走路要緩慢 然後吸氣 就是 呃 我有問過護理師 他說等肋骨開始長好了 之後要深呼吸 因為現在可能 你深呼吸肋肋骨會痛 所以我都吸小小口的 那之後骨頭長好之後 要開始練習深呼吸 這樣 對 嗯 所以這次受傷之後 還會想要再繼續挑戰 會啊 一定會 等我三個月 那你說 會覺得不認同 不會 我不會覺得不認同 但是我覺得要 因為我覺得這次受傷 反而對要好事情 就是他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嗯 然後不要做自己 就是 呃 沒有把握的事情 要更注意 這樣子 對啊 因為 呃 我自己有在做 做運動 所以我知道 就是 那個狀況 那你會想要 把它做好 嗯 那只要注意自身安全就可以了 對 而且同學也都會安慰我 他就說 就是我們那邊的同學也有聚校的 然後就科班生 他就說 我們呃 學長姐的經驗就說 只要有生大病 起來就會變更強 然後 說好 謝謝你安慰我 這樣 對 但是當下有特別怎麼樣安慰他 呃 我當下其實 我 因為我其實我很慌 嗯 然後我也覺得很 很害怕 嗯 因為肋骨斷掉有可能會 呃 傷到你的肺部嘛 但是我當下告訴自己說 我絕對不能慌 嗯 我覺得要保持最冷靜 因為他已經很慌了 嗯 那我就要保持最冷靜的那個狀態 給他一個 依靠 嗯 給他 呃 一個安全感這樣子 對 所以我是強稱的就是 我每件事情都非常冷靜 然後我聯絡所有的事情 嗯 然後 呃 安排醫院 然後去接他這樣子 嗯 好險有他很冷靜 因為 我在當下 醫生跟我說是骨折 然後我就說 我還跟醫生說 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大哭 可是越哭越痛 然後他就說 你先不要哭 你越哭會越痛 他就很冷靜地告訴我這樣 嗯 就是他會把我情緒抓回來 真的好險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好 就是有個蠻好玩的插曲 是 因為 我們去看那個骨科嘛 然後 然後骨折之後 那個 護士小姐跟醫生都說 你是不是練空中環 就很到的 對啊 沒有 因為他們都知道 他在練這個 體操 可能有看到啦 對啊 不知道你們是歌手嗎 好像有一個 復健師知道 嗯 醫生也知道 對 醫生也知道 你拿MV給他看說 沒有 他們有一次 因為我之前腿 就是紅白有一個動作 但是大家沒看到 然後我腿有點拉傷 然後我就有去復健 那那個復健師 他就有塞紙條給我 就說很喜歡你的歌 這樣 對 我就覺得很感動 所以坐著被訪你是第一次嗎 對 而且這也是我們第一次記者會沒有唱歌 就是啊好可惜喔 對啊 而且 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麼文靜的 就是沒有亂動 不好意思 要不然他平常會找這個 就不知道哪裡去 真的 而且他今天 我覺得這樣子的狀態是好的 對 不要有氣質一點 不要有氣質一點 對 今天終於發片心情到底是很複雜嗎 我覺得 我們這次發片 我覺得沒有像以前那麼的複雜 我們反而比較平靜 因為 對於這樣專輯 我覺得整個團隊 包括我們在音樂上 或是氣圈上面 宣傳上面 我覺得我們都盡力做到我們最好的 所以我們是很平靜的面對這些 我們只是想要表現自己 音樂上面最好的狀態 或是我們樣子 就是表演上面最好的狀態 我們覺得就夠了 但我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我受傷 然後就 就 就有點模糊焦點 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聽聽看我們這張專輯 因為大家都很用心 然後裡面十首歌 十首創作的編曲 什麼音樂製作上面我們都非常喜歡 這是我們從以前到現在最喜歡最喜歡的專輯 對 那最想要推薦給大家哪一首單曲 嗯 要有打的還是沒打的也可以 自己最喜歡的嗎 最喜歡的 我喜歡 我喜歡迷航 但是放在專輯最後一首歌 然後那首歌是在寫音樂路上 我覺得 可能會迷惘 你可能會迷失方向 可是 我覺得只要有一個知音 或者是懂你的人 在你旁邊 給你勇氣 這樣就足夠了 嗯 對 好 好 謝謝 謝謝